曾经在2011年呢 有美国牵头牵领了一个叫 就是狼协议修正案呢 禁止中国的这个 宇航员呢 进入这个ISS 就是International Space Station 就是禁止中国的宇航员 进入国际空间站 这一条带有侮辱性的协定呢 今天呢 被中国宇航员呢 彻底粉碎啊 昨天在这个 这个 这个 神州13号 对接的这个 中国的这个 自己的这个空间站 天问空间站上呢 中国的这个 女航天员王亚平 迈出了历史性的一步 她成为了中国第一位女性 走出太空舱 在太空行走的这个 女航天员 她在 外太空呢 行走了大约六个小时 以来修复这个 太空 就是天问太空舱 太空站的外面的这个 机械臂啊 创造了人类的历史 了不起的成就 中国 一直在这个天 就是外太空探索上呢 受到打压 但是呢 受到美国 几个欧美国家的打压 但是呢 中国历经图治的 迎头赶上啊 目前 中国现在发射的 自己研发的这个 太空站 有天问太空站啊 还有这个 孟天和 这个 田孟 两个太空站 即将发往太空 所以呢 ISS协议呢 将在2030年呢 就是终止啊 这项不平等的 由美国牵头的这个 辱华协定啊 不允许中国太空人 进入国际空间站 的协定将到2023年终止 中国的这个 太空人呢 将和世界 其他国家太空人呢 有进一步的交流 所以呢 王亚平 太空行走 Spacewalk 这件事呢 可以说是 中国 一个历史性的突破 也是中国女性的 一个历史性的突破 真了不起 为王亚平忠孝打扣啊 谁说妇女不如男 不爱红装 爱武装 天生一个神仙洞 不爱红装 爱武装了 了不起啊 了不起啊 王亚平忠孝啊 中国真的是 妇女能顶 半颠天 耶 对不起 我们可以估计 并非 并非 可以估计 这个 对不起啊